要對抗伊波拉病毒 來看美國天主教西立國際贈災基金會 與慈濟進行合作 打包了20尺貨櫃的醫療物資 要援助獅子山共和國 來對抗疫情 在一箱箱的口罩紙盒上 貼上出口標示 再仔細確認數量 援助西非伊波拉疫區 首批醫療物資 在美國慈濟志工整理下 打包裝上貨櫃 我們今天有志工31位 我們在伊波拉這個病情中間 我們也可以盡一份心力 這個是一個因緣 大家共同成就 這種成就的因緣 真的是非常感恩 伊波拉病毒從2013年底 在西非多個國家爆發嚴重疫情 為了援助獅子山 美國天主教犀利 國際鎮災基金會 3月初來到台灣 與慈濟簽訂合作備忘錄 合約簽署後一星期美國慈濟志工立即展開物資打包 包括六十八萬七千個醫療口罩 七百個聽證器 醫療病床一組 女性貼身衣物一千多件 裝滿二十尺貨櫃送往其非 作為慈濟伊波拉震災專案負責人 家鄉在獅子山的史蒂芬 這次也親自參與裝櫃 期待透過兩個基金會的合作 不只提供物資 也要致力伊波拉防疫工作 大愛新聞綜合報導